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轮的一个咨询了 那么其中一个讨论的热点呢 便是会否限制A股市任意停复牌 那么今天有报道就指出了 内地是最快在下周会公布停牌以及复牌的一个新规则 那么当时呢就是会对这个上市的一些公司 随意的停牌等做出一些限制的 那么市场呢就相信啊 此举可谓A股市纳入MACI 是消除其中一个障碍的 那么A股今早呢几乎也是平开的 那么五间呢持续在一个低位徘徊 但是到午后呢就有一个冲高回落了 那么最终收盘呢就轻微倒跌了7点 那么上阵时数收盘暴在了2843点 跌幅为0.3%的 另外生成指数啊几乎是持平 只是下跌了一点暴在了9908亿元 那么两市成交比昨天稍微有所放量 今天有4309亿元这样一个成交量 那么随着市场呢是重启对这个A股大陆 MACI的一个憧憬啊 那么会不会利好A股后市的一个表现呢 您怎么看呢 那么从今天的一个盘面上面看的话呢 相应的一个创业版的表现呢 是更好一些 尤其是呢在午后的时候呢 就是出现一个拉升的状况 那么市场呢似乎呢 又是有在炒作一些深港同质方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也是呢 那么在创业版走强之后呢 一度呢是有带领这个上证指数呢 出现一个翻红的状况 但是呢在两点钟之后呢 又是出现了一些回落 那么从市场的消息面上看的话呢 媒体是报道呢 新修订的这个停付牌 这个规定呢最快会在下周这个发布 那么当中呢会对一些随意停付牌啊 以及呢停牌时间过长的呢 这些问题呢做出一个限制 那么新规呢将会通过分阶段细化 批诺等手段呢来加以的严控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市场呢也是有一些的一个消息呢 指出呢在近期的证券公司保健代表人的 这个培训会上呢呢 监管层呢是表示呢将会强化这个信息批诺 加强市中以及市后的监管 并且呢是对并购重组方面呢 有了一个新的窗口指导 那么要防止呢一些重组的套利 那么再加上呢一些知情人士呢 也是有透露呢 未来的监管的一个趋势上面呢 将会呢对一些有明显炒作的一个概念 炒作这方面的特征呢 并购重组呢会加以这个限制 那么虽然说呢上周五的时候呢 证监会呢是否认了对一些虚拟产业的跨界定增 重组这方面呢是进行了一个叫停 但是那么从这个实际上面看的话呢 相关的一些项目的审核呢 已经是有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收紧了 那么这方面的消息出来呢 也是令市场的一个信心呢 再度的一个成压 但是那么总的来说呢 完善这些制度啊 加强监管啊 长期来看呢 都还是有利于市场的一个健康发展的 以及能保护这个投资者的一个权益 那么尤其是呢 像是这个停付牌 这些机制的完善呢 也是为了能够令到这个A股纳入到MSCI指数当中 像是呢在这个去年的股灾当中呢 当时呢就有出现千股停牌的状况 那么对于外资来说呢 这种一个随意的一个停牌的状况呢 也是令他们忧虑这个A股市场的一个流动性 以及呢这些个股的一个流动性会受到影响 那么不利于呢市场的交易 所以呢 那么现在监管城修订这些制度呢 都反映出呢 也是希望呢能够尽力将这个A股纳入到MSCI当中 那么除此之外呢 也有消息是指出呢 拥有这个iShares MSCI新兴市场ETF 11%的这个份额的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桥水呢已经是在上海呢 成立了一家新的投资公司 那么这方面呢也是令到呢 市场是对A股今年纳入到MSCI指数当中呢 有了更多的一个憧憬 那么这方面具体的一个消息呢应该是会在下个月呢就会公布了 如果呢A股纳入进去的话呢 那么是有望呢是带来超过千亿的一个外资的一个流入 那么这方面呢会对A股市场呢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 那么从这个技术面上看的话呢 互指呢 在近几个交易日上面 都是呃呈呈呈呈一个呃 提位一个整理的状况 那么升的不多 长的也不多 那么已经呢 是在目前的一个位置 整理了有六个交易日了 那么呃 在目前的一个位置上面呢 应该是要比较的一个 谨慎一些 那么像是呢 之前几个时间的话呢 都是呢 在一个呃 这个环形整理之后呢 就是出现一个大阴烛跌下来 那么如果说呢 之后呢 A股呢不能够很快升上去的话呢 后市呢都有可能呢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出现一个大跌的状况 那么在这个2638年的位置呢 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撑 那么看到今天A股有所偏玩啊 但是昨天外围就是表现非常的不错了 那跟这个油价也是有关的 那么油价呢持续的一个上涨 那么昨天的国际油价就创了 今年的一个新高了 那目前呢在亚洲时段 也是持续的一个向上 那布兰特器又爬升至了 每桶49美元的这样一个水平啊 那么油价向上呢 石油相关股也是纷纷的一个造好的 那么之前一直讨论这个原油供给 这个过剩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然后您认为会不会是 某定程度上已经是得到了一个缓解 那么对于这个石油相关的一个板块 您又是怎么看呢 那么今天石油板块的一个大涨呢 应该说是受到这个隔夜油价大升 并且呢是创出这个年内新高 那么以及呢高盛的一份这个报告的提振 那么高盛呢是在报告当中呢 调高了这个对于原油的一个 今年价格的一个预期 那么另外呢像是从这个基本面上看的话呢 近期呢那么加拿大的一些森林的大火 以及呢尼日伊亚的输油管道的一个爆炸事件呢 都是导致呢油价的这个供给端上面呢 受到了一些的一个影响 那么路透社的数据呢是显示出呢 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供给呢 已经是每天呢减少了375万桶 那么其中呢加拿大呢是减少了有100万桶 尼日伊亚呢是有减少这个70万桶 此外那么高盛方面也是统计显示出呢 大规模的这种供应的中断呢 已经导致呢原油的产量上面呢 快速下滑到了3月中旬的水平 那么这些供给减少这方面呢 是对这个油价呢产生了一个支撑的作用 但是那么总的来说呢 像是这种森林大火这方面的一个因素的话呢 对原油供给的影响呢 应该都是一个比较短期的一个因素 那么这个管道的一个爆炸事件的影响呢 会相对的长一些 因为呢相应的一个原油呢 可能未必呢就会在很快呢 就恢复一些的一个生产 但是那么如果说这个供给侧 那么收索 那么对油价是产生一定支撑 油价呢又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上升的话呢 那么这些油企的一个利润嘛 重新的一个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盈利状况的话 那么对于呢像是沙特啊 俄罗斯啊 甚至美国啊这些产油国来说呢 在这个供给方面呢 又有可能呢会重新出现一个增加的状况 那么又会呢弥补掉这些产油国的一个产量的一个减少 所以呢那么从这个产量这个国际油价上面看的话呢 未必呢就能够有一个非常持续很久的一个上涨的过程 那么同时呢高盛呢在报告当中呢 也是有下调了2017年的这个油价的预期 有原来的57.5美元呢是下调掉了52.5美元每桶 那么说明呢他对这个油价的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看法呢 也未必呢是一个特别乐观的状况 那么此外呢从需求上面看的话呢 全球的经济呢都还是比较弱一些 那么这方面呢令到呢需求上升的一个幅度上面 未必呢就会特别的快 所以那么供应过剩的问题呢 都还没有呢得到一个特别实质上的一个解决 那么对于油价来说呢 那么最近的一个上升到了一个49美元左右的一个位置 那么上方的50多美元呢就可能会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位了 那么未必呢还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上升的幅度 那么A股方面呢像是今天呢 中国石化以及呢上海石化这些的一个涨幅呢比较大一些 但是那么中国石油的一个涨幅呢又并不是特别的多 那么从技术面上看的话呢 最近几个交易日呢都还是在一个低位震荡的状况 那么上方的10天线7.27元呢都还是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阻力上升的空间呢 也不会特别的大 嗯 好了我们感谢潘小姐做出的详细分析 那么请问您刚才所提及的股房资讯有趣吗 没有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